的地方藏起来 唉 有时候 得藏好几天才能看到野猫牛 阿强 你能详细说一下 当初你们去捕猎的过程给我听吗 我非常好奇的 好的 若是你有兴趣 我就想给你听听 嗯 我很想了解的 阿强 我们都在这里等三天了 你说野猫牛会来这里吗 你耐心等待一下 我相信野猫牛一定会出现的 是什么声音呢 是野猫牛 是野猫牛的牛群来了 天哪 你看 那头猫牛的体型可真大呀 我们今天走运了 竟然遇到了传说中的野猫牛首领 我那时用的是老式的火枪 杀伤力并不强 所以只能打她的心脏 才能让她致命 可恶 竟然打偏了 哎呀 糟糕 她发现我们了 天哪 她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快跑 这头牛疯了 要是被她追上的话 我俩可就没命了 好险啊 现在终于安全了 以那头猫牛的体型 足以将我们的车掀翻 甚至将我们的车踩烂的 真没想到 野猫牛发起狂澜 竟然这么可怕 嗯 其实 她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群 随着对野猫牛的了解越来越多 我就发现 他们真的了不起 在这里 野猫牛最大的敌人 就是狼群 当他们无法摆脱 狼群追杀的时候 就会有一头成年的野猫牛 站出来 它勇敢地 留在最后 和狼群决一死战 为自己的牛群 争取逃跑时间 但这头牛 最终往往也会因为体力不支 而丧身狼腹的 啊 真是了不起的野猫牛啊 为了同伴 竟然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没错 自从我了解了它们之后 就再也没有打猎 它们是值得尊敬的动物 车子驾驶半小时后 阿强突然看到前方 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有五头狼正紧紧地 围着一堆白色的石头 那些狼围着那些石头 做什么 阿强 你快看 石头堆里好像有牦牛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两头成年牦牛 在保护小牦牛啊 可是五只狼 对付两头成年牦牛 可有些困难啊 我想 这几只狼 是实在找不到食物了 所以才会冒险 攻击这头小牦牛 这五只狼 在等待机会 一旦这两头成年牦牛散开 它们就有机会 攻击小牦牛了 啊 阿强 那我们得帮帮它们吧 好的 让我们来帮帮它们 突然响起的车喇叭声 让那五只狼 大吃一惊 它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冲过来后 显得非常恐惧 于是一起飞快地逃走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狼群跑远后 车子停了下来 阿军和阿强 从车里走了下来 看着石堆里的那头小牦牛 出来吧 已经安全了 那些狼已经逃跑了 阿强你看 它们这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是啊 我说过 它们是很通人性的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万一狼群再回来 可就糟糕了 它们三个怎么会离开 猫牛群呢 离开了猫牛群 可是很危险的 谁知道呢 或许是掉队了吧 希望它们 能尽快找到自己的猫牛群 阿军和阿强 驾驶着车走了没多久 突然 在它们面前 出现了一群野猫牛 个个都身强体壮 天呀 竟然有这么多野猫牛 真是太壮观了 壮观是壮观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啊 万一惊吓到了它们 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这些猫牛 足以将我们的车掀翻 是啊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 不然真的很危险 糟糕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熄火了 赶快把车发动起来 我们不能离野猫牛群太近 万一惹怒它们 发狂起来可就糟糕了 真是糟糕 怎么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 发生这种事情呢 阿强 阿强你看 野猫牛注意到我们了 看这个情况不太妙啊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啊 天呀 这头野猫牛的体型可真大呀 不好 是野猫牛首领 这就是那头传说的野猫牛首领啊 它的体型可真大呀 对了 阿强 他腿上的那个伤疤 不会就是你以前用枪打的吧 没错 那就是我打的 如果他认出我来 那 那可就糟糕了 阿强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他怎么可能还认得你啊 不好 他认出我来了 怎么可能会这样啊 这么多年了 他竟然还能认出你了 阿强 现在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阿强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野猫牛首领 瞪着两只闪动着亮光 手臂粗细的巨角 逼着头 朝车子冲了过去 哎呀 它的力气好大呀 冲击力简直就像撞车一样 不行 这样下去 我们可真的 就凶多吉少了 赶快发动汽车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啊 这下可彻底完蛋了 哎 现在 我们是真没有办法了 希望能遇到路过的车队 否则 我们会被一直困在车里的 我想 他绝不会 只想将我们困在这里 那一年 愤怒的他 将我的猎枪 踩大成一团废铁 我想今天 他还会这样做的 天呀 他们这是打算 将我们的车也踩踏成一团废铁吗 阿强 怎么办啊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辆车 不然 我们可能会变成肉饼的呀 嗯 离开这辆车 那样的话 他们会直接攻击我们的 这么说 我们今天是死定了呀 牦牛首领 带着那几头 强壮的野牦牛 不急不徐 慢慢地 后退了几步 然后 低下头 准备再一次 朝车子 发起再一次的攻击 看来今天 我们是死定了 慢点 不要冲动 请你们不要冲动 听听我们说下 快走开 不要大路 请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首领 请你们放过他们吧 你们俩想干什么 快给我闪开 我的腿当年就是被他打伤的 今天我要报仇 对 我们要将他采成肉饼 替首领 报之前的仇恨 首领 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 他们救过我的命 啊 你说什么 他们救过你的命 是的 我因为贪玩 结果没有跟上大家的队伍 而掉队了 爸爸妈妈去找我的时候 一群恶狼出现了 他们将我们包围了起来 随时准备发起进攻 将我吃掉 就在这时候 他们出现了 是他们赶走了狼群 救了我们 事情就是这样的 尊敬的首领 您说过 我们要知道感恩 他们救了我 所以请不要伤害他们 请首领原谅他们 放他们走吧 好吧 既然他们有救过你们小孩的命 我就也放下之前的仇恨 让他们离开吧 谢谢首领 谢谢首领 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走了 他们在做什么 这不是我们刚刚救下来的那头小猫牛吗 他们刚才好像跟猫牛手里说了什么 原本想要攻击我们就放弃了 看来这三头猫牛也是这个猫牛群里的成员 这三头猫牛刚刚是替我们求情救我们呀 哎呀 阿强 太棒了 我们得救了 如果我们刚刚没有救那三头猫牛的话 今天我们必定会被这群猫牛踩死的 善恶有报 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啊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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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